如果没有弯道超车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就是下一个被羡慕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攻击核潜艇性能不能远超海狼级 那么想要在水下保持对哥伦比亚级的跟踪和监视会非常困难 就只能靠数量取得优势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单艘造价超120亿美元 能超过它的也就只有福特号核动力航母 排水量2.1万吨是美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核潜艇 每艘16个弹道导弹发射管 可以发射16枚三叉截二型洲际弹道导弹 每枚导弹可以携带多达8个核弹头 计划生产12艘 加起来能够携带将近1536个核弹头 相当于96000多枚广岛原子弹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设计 是基于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 但是规模更大 性能更高 功能更强 其采用的自循环反应堆 不需要外部的泵和管道 可以减少噪音 提高效率 延长寿命 而全电推进更是不需要传统的螺旋桨 通过电动机驱动水下喷射器提供动力 可以提高潜艇的机动性 安静性和隐身性 另外 哥伦比亚级还将采用全新设计的X型尾翼 这是美国海军自1960年代以来 首次采用这样的设计 有这样一大堆高科技磅身 哥伦比亚级妥妥的大洋黑洞 想要猎杀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其对手就必须拥有性能远超美国海狼级的攻击核潜艇 如果谁能做到那肯定又是一次典型的弯道超车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声纳系统 武器系统 通信系统 导航系统 也都是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的成熟技术 可以让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在水下 拥有极高的感知能力 攻击能力和生存能力 美国海军计划采用12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取代现役的14艘俄亥俄级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首舰 哥伦比亚号已经于2020年开始建造 预计于2027年服役 到2030年将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到2042年将完成12艘的建造计划 整个计划耗资1320亿美元 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造船项目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 是美国正全面建立新一代和三位一体打击力量的一部分 除了核潜艇 还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 美国希望通过这些新型的核武器 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军事优势 对抗其他的核大国 为啥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最憋屈的部队 干着最危险最累的活 却还用不上最先进的武器 咱们常说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作为美军的精英部队 为啥海军陆战队 却用不上美军最先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一支比较穷的部队 一直受到经费的限制 2024年 海军陆战队的预算只有270亿美元 因为海军陆战队是海军的一部分 再加上海军的核动力航母 核动力潜艇都是烧钱大户 美国海军作为世界排名第四的空军 哪哪都需要花钱 因此 海军陆战队必须要精打细算 能省则省 与AH-64阿帕奇不同 海军陆战队的AH-1是 专门为海军舰艇量身定制的 通过坚持使用AH-1 海军陆战队能够获得一架 与AH-64阿帕奇大致相同的直升机 但每架却能节省约500万美元 虽然比不上阿帕奇 但好在现在使用的AH-1 严格来说 并不是一架技术过时的老飞机 虽然几十年来 机身外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 以及武器系统都换成了全新的 而且 海军陆战队的装备 一直是以适应性 灵活性和简洁性为原则的 他们的理念是 每个海军陆战队员都是一个步兵 必须能够在 没有足够后勤和支援的情况下 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作战 因此 海军陆战队的装备 往往是轻便 可靠和易于维护的 而不是最新 最先进和最昂贵的 例如 海军陆战队的步枪是M16A4 而不是陆军的M41 虽然M41更轻 更短 但却更容易出现故障 而M16A4则更精准和更耐用 同样 AH-1Z虽然不如阿帕奇那么强大 但是却更轻 更快 更省油 更适合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需求 M41A4则更轻